李隆基, 星回燕 6月20號隆重登場 再跟志茵見面 表演時間由晚上6點至1點 包括自助餐, 有賣樂隊表演 都是八百元一位 這麼好玩, 你又怎麼可以錯過? 即打90721111 90721111, 不過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勝利Wallup的時間 今天我旁邊的人不是阿牌哥 這位大哥也是老朋友來的, 梁委員律師 說的梁律師也是老朋友來的 我為什麼今天請他來做兩輯訪問節目呢? 即是星期二一輯就是星期五一輯 因為梁律師也是橫跨香港澳門三大領域 什麼三大領域呢? 香港賽馬會, 澳門賽馬會, 日圓九場 現在旁邊的日圓九場, 澳門賽馬會就結業了 剩下香港賽馬會 梁律師給我的印象來說 他現在看起來也挺有魂的 雖然內無見, 現在也是神彩飛揚 是不是? 澳門賽馬就不知道 謝謝 那梁律師, 先斬四兩先 今天第一輯訪問香港 究竟香港養過多少隻馬? 香港自己養過名下的 有三隻 三隻 不過都 連同一隻從未上名的就是四隻 四隻 有三隻都贏過 然後就是 2021年後就沒有了 到現在都 暫時就沒有養 為何不養 你很興趣 其實是因為 心頭很受傷 看著他跑跑跑 直接就沒了 潘頓又收馬 很不開心 然後就送他回紐西蘭 那花那去檢查什麼問題呢? 屋子講的公報 有血 有血 但是現在有血來說的梁律師 現在很多賽後經常都是公佈大量血液 這個我想是有程度上的分別 但是因為誠哥 沈習成 尼瑪斯就說很難搞 起碼你一樣八個月 九個月 但是又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一號不能回來 但是跑馬你就不能就著來跑 不是試習 所以變成看著他試過想重化 過幾月後再下來 在沙田又是完全不行 接著那個模式 身體都是瘦 那我們就決定退役 就是看著消瘦 但是跑了九次就退役 回到紐西蘭就變成一隻 好像被人學乘裝舞步的馬仔 即是花步舞 是的 花步馬 老婆就說另外我們跑馬 太過肉緊 那個勝利 跟著那個賠率 有時候很熱 就好像辜負了很多馬米 即輸了好像自己輸不緊 好像害人輸錢 我就買一千元 人家有一托票給你看 這些壓力很大 暫時停一停 看看可不可以控制得到那個情緒 那些信法 有的 有的 信法就是多數向善 向善 就是看自己養的那些畜生 就是那個戰鬥力 急剧衰退 還有有時一定不開心 是的 跑道傷是 人都有點傷 心頭好像 我聽你說的好像 我們現在也有半個行家 Tommy 就是張光明幫你找的 沒錯 因為張光明認識他就在澳門 在澳門 他做過連馬師 做過一屆 然後轉行做馬反 都很成功的 他對於特別是紐西蘭 找了這一匹馬給我 OK 其實來到的時候都挺開心的 跑了頭五次都兩次第一 兩次第二 潘頓又喜歡騎 誰知道 就是這樣 說回來說 梁律師 潘頓大家知道 近幾年是很受爭議性的 這個騎士 但是我看你的馬 多數用他 那你跟這個大哥 潘大哥交收過 那這位仁兄的質疑是怎樣的呢 潘頓我覺得 第一 其實他當年 團體馬聚保區 就是 曾福元 他 我曾經有過分 他第一次贏馬 但我覺得他有問有答 那你說 他是不是有時候失準 那這個 我們的客觀評語 就很難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 嘛 但是他跑我們 的馬 honest 是 很好心機 包括了 因為我有個uncle 現在不在 但是以前 他養足球 金球 哦 那個是劉耀柱 是的 因為他的女兒 是我同班同學 我覺得他當時 介紹或者講解的一隻馬 他是挺細緻的 他是OK的 但是那時候已經是很多年前了 很多年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 仍然是繼續有這樣的服務 就是我們叫服務 我明白的 但是因為他是 挺澳洲的騎士 就是說 跑馬的時候 他會爭取 第一 他撿起一張牌 我相信他是看牌檔 牌檔 因為澳洲騎士 如果擺去12位 那些外難位 是會差一點點的 整件事 就想法是有些不同 那你們說 哇 有時候一出雜 12位衝出來帶 接著放到沒有來工那麼快 接著有時候 就肯定鬥鬥鬥鬥鬥 鬥到最後 最近就 很多人彈報文 上個星期 哇哇哇 警長都失 幾場都失 又慢閘 又失 那是不是刻意慢閘 這些我就沒有管 但是 以前的報文 尹偉在內蕩 他贏過很多場 都很精彩 甚至乎 被人罰 他都是這樣 他都是這樣跑的 就是我看報文 那個手法怎樣呢 他就一定不會洩位來跑的 他是跟著好位 中內蕩 就直到怎樣 有機會有個空洞 滲出來的 沒錯 賢仔的走位 滑水滲出來 沒錯 他滲得很漂亮 滲得很漂亮 如果有位 如果有位就滲得很漂亮 沒有位就不知道怎樣 其實作為一個澳洲 真的是冠軍 騎雲獅仙子那些馬 這些騎師 怎麼會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只不過有時候我們 香港的投注額是大的 所以每一個馬迷 下下去的 就是 肉緊程度是明白的 即是 加多幾個錢 肉緊 搞不到功課給我 就怎麼都 憑兩句 那些 湯米 張哥明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這個節目 應該有看 你有份做 我都慢慢講過 因為他選馬 都目光如懼 曾經 蔡若翰的楊明菲菲 贏打比那一屆 那隻馬是他選的 當年我就服務香港電 居高臨下 就用個網鏡下去 他也有出去領獎台領獎 即不是領獎 是領獎行列的其中一份子 大家都知道 打比一定要草地領獎 我見他也有小聲 簡泛淚光 即是找了一隻打比馬 講到張哥明那些 借 借多少時間 我都欠他一猜飯 怎麼欠他一猜飯 那麼早兩年我就做這個 豪馬台 不知道早兩年 豪馬台 那麼我做完之後 我做了老婆 在北角奉城 那間店就 貴甲幾好 不是貴甲不好 貴甲幾好 是 那麼我跟老婆和女兒 那麼她是和朋友 那麼她先走 麻麻那單都不好意思 因為那張單都過千的 那麼有機會在這裡 就跟Tommy講過 有機會見到你的話 我就請你吃那頓飯 不是最好在茶餐廳見 茶餐廳見 一定不會那麼多錢的 那張單一定很貴的 那奉承 你不知道有沒有幫振過 林律師 首先 棟哥你一定比得起 不是不是不是 現在我們怎樣 現在 有時候那個經濟環境 現在都是 現在香港的經濟非常之壞 就是每洗一個錢 都是 就是不是很小心 英勢一勢 就是不會 練Q那麼黎 是不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澳門 跟你那時候在一起 就是不是和林律師一起拍攝 或什麼去夜總會 就是我們半洗腳不抹 就是那時候 譬如在澳門 我們賭一隻馬 賭十萬八萬 但是現在最多 都是賭三十五七千 那些三十五百 我就不會賭 為什麼呢 我拿著一個點 如果我買三十五百 投了一隻馬 好像贏了出來 就是錯失了那個運程 就是最低消費 那些三十五千 那現在一任就賭一隻半隻 那這些賭法 不能死的 尤其是我們賭 一定不能死的 對的 現在的梁律師 你四隻馬 第一隻叫做金剛寶馬 位置不寶 是 那除了心頭好 和永利好 還有一隻什麼呢 自然好 自然好 對了 江記 我們不記得 弄一些照片出來 或者讓梁律師講解一下 有幾張照片 這隻是什麼馬 梁律師 這隻就是永利好 當年戴勝騎 主要是他騎 後面那個我很討厭 那個華卓梁 那我怎麼討厭他呢 他騎馬 就勵萬集 做施責員 就勵萬集 就勵快開集 接著播出來了江記 是 那那一場馬 這個是當年農曆年初三 那時候還有金字專贊助 永利好贏了蓬佩 旁邊那個 右手邊第一個 就是王志剛 那時候就是香港馬會 最坎坷的年代 投資最低的那時候 那他做車 聽說 不是的 我也有少許賴他的 因為那時候我搞過 香港馬步 是 在蘋果日報印 印彩色 賣10元 是 那時候的銷售很奇怪 日馬當然是1000部 晚上當然是900部 當然數 但是在蘋果印 梁律師 因為我10元 我收六多次 就是收六多回來 那排名一定是 是 那為什麼 我現在自己再組織一下 到現在 我為什麼會虧本 我找鄭利寺回憶錄 找鄭利寺回憶錄 因為那時候投注低迷和沙士 沙士加投注低迷 掌託人 就是這位手足 就是王志剛先生 所以 最後兩年我就沒有做 而且手道現在應該挺好的 因為我是第一個 香港馬步的第一個 印彩色走位圖 那時候全部黑白 我有印象 大勝大贏傳媒有黑白 因為我有買 10元是挺划算的 那時候也有很多騎店買的 卡洛斯也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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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卡洛斯 有跟我說過 他有個香港的董事也買的 因為我們印刷得漂亮 而且便宜 就是這樣 那還有一隻什麼馬 梁律師 永你好 心頭好 有一隻是四名不入 退役的那隻金剛寶馬 還有一隻什麼 這隻 如果鏡頭大家看到的 就是自然好 那天其實就是國際賽 國際賽最後一場 通常都是跑第二班 1600米 因為最多人 投注反而是那一場 你知道投了幾場 國際賽的人 不太懂 投注額不高 所以馬會那時候 就很喜歡編 到最後一場 最有競爭力 現在這場拖頭馬上 梁律師 就大堆頭 那時候這麼大堆頭 很少見 現在拖頭馬上 經常一百幾十人 那時候很少見這麼多人 那時候是很少 因為那天還是國際賽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入場 而且他不讓你這麼多人 給多少個呢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規定 不過呢 如果馬主是不認識你的 就怕有些 撕石人 撕馬 那我們有時候就說 拉繩的時候 你看一看 其實有點奇怪 那怎麼能看得到呢 這隻翼這麼長 當時是喜迎醫色的 沒有所謂 拍照 沒錯 所以開心的 這一天 因為接著就放煙火 那 養馬的樂趣 其實就是很多時候 在這裏來 現在這麼久 梁律師 你養過五隻馬 當然也不用虧損 四隻都不用虧損 是第一隻蝕到媽媽都贏不到 金剛普 是 其他三隻賺錢 最賺錢就是永利好 當年有個消息傳聞 好像永利好跑打比 我收到那些前線記者說的 就說 馬會想幫你拍片 做特輯 當時 因為馬會很簡單 因為他三歲都已經過了一百分 那你過了一百分 轉四歲 一定跑到打比 他們那時候 就剛剛放了幾大的資源 去包裝養馬的樂趣 和你的身份 有故事性 所以早點就拍定 誰知道 跑完那場 四歲經典一里 認你出的那場 第三 好像是偉達騎 然後 跑完第三 就發現左前腳有點痛 成哥就說 休息一下應該沒事 一路等等等等 結果就跑不到 跑不到 跑不到 就錯失了那次的機會 是的 我收到風 好像是馬會 那個影證時報 想幫梁律師做一個特輯 是的 好像我聽到 製了幾套西裝 有沒有 我 打正皮 沒有贊助 沒有贊助 看看永利好的記錄 江琪獎金多少 總獎金 六百多萬 那時候很誇張 很誇張 六百多萬獎金 因為你永利好 很少不進來拿獎金 很多一級騎師跑過 史科菲、高雅志、柏寶 無私以大勝 無私以大勝 無私以現在還發覺 他在騎馬 我也扶著這個老人家 那時候六百三十幾萬獎金 很高 2007年 因為那時候 養馬 馬家 這一隻馬 其實也不貴 真是張光明選擇 是一個 現在就多人買了 十一月那個Ready to one 兩歲 就是一個種 因為那時候 兩歲已經被你看到的樣子 那些傢伙再拿給你買 怎麼會是好東西呢 那時候買了 張光明看到這隻馬 在馬格上 就很安靜 很乖 傲傲地 他感覺他有一個 迫客 深藏不露 沒錯 那時候拍賣多少錢 買回來 港幣 那些港幣 那些港幣 25萬 現在670萬獎金 那當你七成六袋 都四百五十幾萬 就是 大有賺 而且對於你的 明星方面 提升了很多 那時候 其實我投入 不是想著 養馬賺錢 或者賭馬賺錢 這個自己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出生第二天 已經在大石谷 我在養和出生 那時候有沒有聽香港電台 有 就是 我認識陳華棟 都是在阿彪叔的台 所以你們那時候 說回那些 出了去 外面 播馬 講馬 那些真一其事 我有共鳴的 我知道你們在哪裡 因為我自己都是爬上 那些白色圍欄 那裡裝的 那些白色圍欄 那些白色圍欄 還沒有到十幾 現在還是 18歲之前 只可以在外圍那裡裝 到之後 就入賭場 很難 這個年代 好像少了一些 我們熱血青年參與賽馬 他不是 早前這個問題 我和陳建榮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前個禮拜 他過來香港大家喝茶 最後一回 他現在那個接軌接不到 現在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他說棟哥 就這麼簡單 我當我有錢 我想買馬 我沒有渠道買 我一定要做個會員才行 但是做會員 梁委員律師 你知道 一定要兩個會員 不知道多少個普通會員 那你除非是家族性 認識那些Voting Member 否則你怎麼認識Voting Member 很難的 他就想現在很難 就是那些年輕人會接到跪 而且真的成本都貴 事實真的貴 那時候永遠有幾千個月 那時候好像是兩萬 那時候兩萬多 都兩萬 現在七萬 平均七萬 現在底數就是三萬多 那八千下跪開始 就是那個基本的貨幣 始終那些集費太多 我們每次收四張A4 只印得完一個月 那你 試襲那件衣服都要洗的 那些成本 不說那些都挺重的 當然啦 現在馬會加獎金 真的挺厲害的 所以我看一看 原來第三班都二百零五萬 總獎金 如果環顧全地球 像是日本 我想你要賺這麼高獎金的 洋賽而已 不是級別賽 那你想想多厲害 我們接下來 遮打杯 有隻英國馬過來 那場遮打杯 千多萬 這隻馬要賺千多萬的獎金 在歐洲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就算跑到 你也不可能贏 而且這場也差不多 你知道 雖然八隻對一隻 我們除非圍著他 不是怎麼跑 那永利好最後怎樣退役 沒有啊 腳傷了之後 都沒辦法了 又是送回紐西蘭 即是現在你的心頭好 永利好 送回紐西蘭 自然好 也是 極有愛心的馬主 那又不是的 那馬會一早 你一進來的時候 已經放下幾萬元了 對呀 好像你有那麼多怨氣 那些退役馬的費用 不是 第一 你作為一個馬主 運一隻馬回來 一定要放下一些 叫做退役 離境的保證 馬會津貼你 其實是你自己給的錢的 但是 不退役 或者不離開香港的馬匹 馬會是不會退役給你的 那它是不適合的 那 是不是有補貼在其他馬身上 我不知道 因為馬會繼續 比如你雙魚學養馬 或者騎術學校 都是馬會給錢養的 沒有公佈 那馬會就未必 都公佈給你聽 始終馬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那就是 那我們做會員的 參與得的 你就接受那個遊戲規則 就OK 唯有硬接 那如果你的馬厲害 坦白說 馬會對你真是不錯 那我家裡有一張照片 是馬會做給我 Poster 整張可以掛的永利好 然後那時候 還開心到 他印勵士封給你 我有個永利好的勵士封 是派給朋友的 那你還有一個 留下兩個給我 我不知道 那你還有一百幾十個在我家裡 把兩個親筆簽名 或者送給勝利台的朋友 找到拿一些給你 多謝梁律師 那 梁律師 明年大家知道 基本養馬費是減了八千 有沒有機會再養馬呢 有的 如果大家看到鏡頭 就是潘頓拼命幫我 砌第二個win 這隻是贏了 阿希斯那隻 我忘記叫金什麼 那隻馬是跑第二 應該是屎科菲 屎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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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個頭過去 就是那場給我老婆看到我 跑馬叫得太大聲 跟你聊天我不是很大聲 最後那五十米 我比馬迷更大聲 你當然啦 你會開心的 因為那場馬 以為很容易過 但可能你會看到他一號馬 重磅 潘頓說真的騎得 出力了 那場 那時候是剛剛疫症 馬場很空蕩蕩 你站在外面 疫症應該是不是沙士呢 不是 COVID 我們只有十多個馬主 就是這樣 只有你叫我叫 是不是 這樣就很大聲 看台又不多人 我老婆說 你不要那麼激動 現在你們的梁律師牌 你們抽馬會不會優先一點 如果那麼久沒有抽 現在其實根本就容易抽中 因為少人抽 因為少人買馬 我又不敢這麼說 因為他也是超額的 但今年我記得 跑過幾十次賽事 也只是升過一次 每天都會跌 頭轉額 每天都會跌 這是跟經濟有關的 還有 賽馬現在你們 有了你們的頻道之後 也有很多年輕人做了馬評價 他們評論賽馬的理論很多 由跑道 場地 風向 騎士走位等等 一個未入門的馬迷 聽這麼多理論 不贏也該死 不是 學都辛苦 我以前很簡單 撿起一張 簡單簡單 去到天王 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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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庫冷 十一二隻馬 西錦兩三隻 很冷的 然後再瞄一下別人 那就買了 最後聽一下標叔怎麼說 再次聽一下一哥和張基 怎樣分析 是的 還有住跑馬地以前宿舍還在 很多馬夫叔叔 現在四點多下來 就在太兄跟我們分享 我真的可以啊 誰可以啊 好像很容易中 即是去火大會 就說贏了我 我就吞了他 現在沙田還有茶餐廳 沙田茶餐廳應該是五碧拳太太 那個哥哥 應該還有 是的 那裡都是雜散地來的 就是馬夫 雜散地來的 那就收風 那收完風 就很肉緊的了 不過聽說收風那裡好呢 梁律師 基本來說 不會買一隻雙病馬 即有時候你知道跑完馬 不是那些馬 速完回去又浸腳性 你知道的 浸冰的 是 今天我們就 先斬八兩 不是四兩 梁律師就說他 香港那幾隻馬 的成績 以及他為什麼找到這麼漂亮的馬 原來有些高人就幫他選擇 是的 那梁律師 現在好像是全程 好像現在你都好像 香港人不是放棄香港 就全部是專注內地市場 不是 因為我跟阿棟哥談過 問他有沒有興趣回大灣區走走 原來他大哥是回鄉政都要等 現在拿著 拿著了 他就問起我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其實 香港的地方 現在 比較適宜養老的地方 在大灣區 我們不是很老 適宜養老 不是叫你現在去 發覺 當地買樓比較便宜 以及在海外買樓也比較便宜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 會做了海外樓的 代言人 是的 一個 他們叫KOL 他跟你律師那裡有沒有衝突呢 沒有衝突 作為香港律師 就說香港法律 外國樓 包括中國也好 你都要跟當地法律辦事 我們只是憑我們這幾十年的經驗 去問清楚 才推薦某一個樓盤 如果不是就像政府一天賣廣告 隔山買牛很高風險 其實我是不想那些人中伏 但是我們問完之後 比較過那些價錢 再談過 值得推薦的 就是叫周邊的朋友 說著說著 有些人就說 說得寬一點 說得清楚一點 拍片 其實我是去旅行的 郭奇人 有張有張Postor 可以鋪出來 麻煩你 讓那個倫律師解釋 好像有一個發佈會 這個是 嘉燕姐 就跟我 有做過一次電台 我們在新城做過節目 當年有COVID的時候 嘉燕姐就介紹這個樓盤給我 這個樓盤 其實它接下來 有一個六百萬呎的商業綜合體 大家應該看到 而它周邊圍著有九棟樓 這些就是我說 低買 有得升 因為地是這麼大 中山很大的 但是你不可以 我都是中山的 不過三鄉那邊 是嗎? 三鄉那邊 三鄉都旺的 但是這個位置在近北那邊 就黏著順德佛山 而且它很快就可以 有聯繫兩地的巴士 又有輕鐵 他們叫做乘軌車轉高鐵 一個多小時就回來 第二天我們有IMAX 蘭桂坊等等 其實買樓要升值 買馬要增值 你看它的升值機會很高 沒錯 梁律師 我和你在WhatsApp聊天 他說現在你的樓全部都是五百多尺 大陸樓一般來說一定大 為什麼面積這麼小呢? 其實很簡單 近這幾年 亞洲區包括曼谷和吉隆坡都建了小樓 是因為他們要集中在某一個地方發展 第二 越來越不喜歡和家人同一個地方住 所以當你拆到那麼散 你錢有限 變成一人一間小小的房子 要見面的Lockout House 所以就會有很多小的房子出來 那次就發了一個發佈會 什麼時候? 其實我們五月十六號 就是接下來的星期四 是發展商銷售的現場 在旺角的華僑商業中心一樓 如果勝利台的朋友喜歡來捧場的 了解多一點的 留下一個電話給你 你可以打這個電話找我登記 六七五五五九二四 那個Bang打得出來嗎? 六七五五五五九二四 那跟梁律師就聯絡 看看梁律師的安排 總之一切就免費 對 還有禮物送的 還有禮物送 現在我看到這個樓盤就好 金屋藏嬌 500呎 是不是? 我就沒有理會這麼多 不是說的 構思而已 你要跟陳太商量 好的 今天第一輯就是訪問梁律師 你已經講過香港馬 他做馬嘴的感受 還有那些喜悅 希望呢 繼後梁律師 就 減了八千元 基本養馬費 就繼續養馬 如果繼續養馬 那什麼情況呢 就希望再上來這個 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下一輯呢 就是禮拜五的 禮拜五我就會講過梁律師 大家知道 剛才我開場前 都講過橫跨三個範疇 就講過澳門馬 和澳門狗 那他感受的情況 因為梁律師曾經 在澳門也養過很多隻狗 我就因為 被他感受到 我也曾經是投過一隻狗 也講過我投這隻狗 不是谷的東西 有些笑料 就跟梁律師會談談 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勝利WhatsApp時間 就跟大家是 對了 梁律師好像是 新鮮滾熱了 喂 禮拜三有什麼好東西 東哥就說 過來聊天一定要介紹這隻馬 那我這次介紹一下 其實就是我律師行的partner 蔡律師有份的馬 就是極速滿貫 又是潘頓騎 是不是你推薦 其實 有一點點內幕 就是這隻馬上次 跑第四 就是中逆禮跑的 跑完之後 第二天 已經收到消息 潘頓哥哥就說 下次出我騎 那因為下次出他騎的理由 就是因為降落第五班 那這個綁就可以做到了 第二就是他今年 其實潘頓贏過一次 當時贏的對手 當然就是幸運的 那場馬 不過那個對手裡面 一隻就叫赤兔後王 一隻叫極速騎兵 嘩厲害 兩隻都厲害 這兩隻在第三班現在跑 他明天跑第五班 那第五班對著這一站 你也數得出了 那隻喜勝威龍 都是 覺得沒有第二劑 是的 到他跑了不知多少場 才贏一場 那你極速滿貫 在這個路程都贏了三次 潘頓還要排三號位 因為思跑道理 喻潘頓第一 看看是否內檔 所以我們分析過 應該是幾有贏面的 那你明天要不要入場 我明天有飯吃 不能去 不能去 即是搖演祝福 下注 總之你只是比達斯斯 這隻極速滿貫是他拍檔的 是 潘頓呢 上一場輸完之後就拿來騎 是 那繼而起訴 這個路程就輸給極速騎兵 和赤兜後 是贏的 所以這兩隻馬 現在第三班 延文延武這隻馬 五班大家計算了 排面也是這樣 至於這隻極速滿貫 是不是梁律師 推薦潘頓又不知 這些他們的秘密 不是 總之 已經比賽了 很有眼角 很有眼角 我又喜歡第三場 沙漠的大千氣場 我就覺得這隻馬 為什麼 快樂谷很有聲味 是 有報民贏一場1600 接著巴道贏一場1800 兩場都道得很帥 但都無緣無故 整場沙團2000 結果 報民最後解釋 說他法力過早 直路墮退 行好 檢查過之後 沒有大量血液 大量龍潭 休息兩場之後 就一場跑第四 大學生 打盡桶那一場 橫掃千冬那場 橫掃千冬那場 跑第四 那場應該是第六 第七個終點 他不是打盡桶 接著上一場 用艾舌力 走極不利的中內蕩 都跑到第三 這次用報民 那我始終是強調一點 梁律師 那些馬的體重 我喜歡加就比減 是 他加了18鎊 那看來這場賽事 應該是贏面很大的 馬小小 應該是贏面很大的 我看港臨複仗 都很難贏到他 總結兩場心水 梁律師呢 就介紹第四場的 沙漠極速夢貫 昨天就介紹第三場 沙漠的大千起場 希望第三場 孖寶 第三、第四場 也多謝你 今天第一輯 想來這個勝利Walk Up 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梁律師 我們星期五就再見面 希望你的台的收視 折折上升 都很難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這個勝利Walk Up 就是萬嶺 總之就現場 因為我們沒有片 三萬嶺 都頂角高海 我們今年最好的一輯 就打給四萬龍 很難突破到五萬 因為我們沒有片 差不多 為什麼呢 是聽三音機的 純粹講而有幾萬 真的很誇張 我們那個製作團隊很漂亮 就是江導演 阿牌哥 我就是輕於鴻爐 總之就盡量 我聽阿牌哥 聽到DV 剛剛好準備出三圈之後 我就可以 決定了買什麼馬 聽完我們排隊也挺好的 還有林祥 阿牌哥 他做了幾十年 馬房當然有馬房經驗 總之大家 這些是團隊精神 大家互相配合 總之呢 這星期間 我和梁瑋緣律師 再做這個勝利Walk 他的第二輯 和各位說聲 拜拜 拜拜